中国有了比美军福特号航母采用的更加新鲜的电磁弹射系统,近日替中国曝光的14003号航母让美国媒体十分担忧。 美国专家们忧心忡忡的表示,目前美军仍然装备着全球最强大的核动力航母,然而可能在十年之后这一跪光就会像最强旋逐舰,最强第五代战机一样送给中国。 美美表示,中国正在开工的003号航母性能,已经接近了美军尼米斯基航母,但这款航母可能只开工一艘,毫无疑问中国会开工更加强大的核动力航母。 美国媒体6月23日报道称,近日中国互联网曝光了,依次中国第二艘火产航母的设计。 这艘航母虽然仍然采用常规动力设计,却装备了与美军强大的核动力航母一致的平直甲板和弹射器。 从图中能够明显看出,大B-15舰载机和某型固定翼舰载预警机,这款航母应该代表中国航母设计建造的最高水平。 据此前曝光的消息显示,中国第二艘国产航母满载排水量超过8.5万吨,采用的是常规动力加电磁起降这一独一无二的设计,这归功于中国先进的综合电力管理技术和电磁起降技术。 此前有中国专家称,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水平可能领先美国十年以上,这可能并非狂言,而是真正的技术优势。 美国专家认为,中国第二艘国产航母虽然多位可舰载机规模,与美军的尼米兹机航母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但考虑到中国可能升级尖15战机的性能,而中国在预警机的技术上已经处于领先地位。 这艘航母的实际作战能力可能十分接近你米兹机航母和动力航母的水平。 更让人警惕的是,中国已经开始了建造核动力破冰船项目,这被认为是在为核动力航母进行技术储备。